这盘棋讲解是2024年的虎门公开赛第二轮 上一局呢比较搞笑 这盘棋呢跟这盘棋的回合是一样的 16回合 但是的话这盘棋质量还比较高 咱们可以学习一下 黄光尹呢作为专业棋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去年这个虎门公开赛是冠军 那么他遇到这个高手叫做赵新 可能应该不是这个特意大小心心啊 差了一个字 那么看他水平如何 双方走的是中炮 对战的是反攻嘛 五方出来之后 黑方上去先给他来了个金棋足 这招棋呢就有点肚肚逼人 他的棋步招法是上马 如果先挺棋足该如何克制呢 比方说有人会走这个居过来压 但是他不是一打你还得走 这个其实便宜不大 或者说就没有便宜 那本局这个棋我们学习一下 黄光尹如何破解这种骗招 直接冲中兵 这个棋我们也是见过 当时的话 蒋川对石凤兰约战的时候呀 那个马上去之后 他没有进足 最终是平炮快速出具呀 就这样子中了飞刀 那么他现在这么走 他怎么去应对呢 黑方是捕适了 在他看来啊 上马 只要你一串打一将 这边的话吃掉 将来兵武精英太厉害 你就上去他飞个像 你跟他换了你也没便宜呀 人家出局快的话 将来随时可以过和局呀 掌控局势 所以如果你去串啊 那红方肯定有力 那黑方呢 他也不着急 再上这个马 将来的话 想还原到这个进气柱的变化 给你斗功力 那这个棋的话 其实按照常规招法 黑方也是可以应对的 这儿他是炮八推 不走寻长路 他要干什么呢 将来这个棋啊 加中炮 想找机会盘头马 黑方则是羡慕炮放着 上来就给你拍了 找机会上马来一串 让你没棋 那这个棋守得也确实好 这儿黑方感觉还不过瘾 还在来一门中炮 反正这个棋 你上马 他就打掉 然后一踹 你敢冲过来给你换掉 中路啪啪给你换完 换到最后的结果 你出局再给你换掉 反正这边的话 让你就没棋 那这一路变化 看似呀 红方很凶猛 但是黑方硬的也非常好 那他也难逃便宜 怎么办呢 红方先冲骑兵 就是不让黑方这个炮 老钉住这儿 找机会叫上马 单靠你一个马 去破他这个棋 不好破 这种结局的话 将来一旦一对掉 冲三兵马一上 过河鞠一走 应该是红的好 黑方如何破局 他选择招法是 鞠一平二 如果你出局 就炮二平三 对方他就选择上马 那么这个棋的话 黑方走 巡河鞠 仍然是诱敌 只要你出局 他就破二平三 所以的话 这个棋当然也能走 将来飞向一对 那因为他这个马 在这儿位置好 即便你上去踩 他也可以再上马 所以将来一换掉之后 总有一个冲兵 上马踩马 先手 将来再顾河鞠 这边可能杀过来 所以整体的话 这个棋 出局 红方先手 没有问题 他没有走 他走冰三进一 那这个棋的话 黑方就上马了 那正常你得吃 吃完他一踹 给你杀掉了 可能他不满意吧 那这儿他走了 给冲中兵 那就踩掉 红方也给他踩掉 这路棋的攻势 确实猛 黑方该如何抵挡呢 他选择的招法 是炮五尖 从根源处 消灭隐患 这个棋的意思就是 你不能吃我 你一吃我一吃 你这一走我一冲 你再过来 我马上中间吃你 你要这么走的话 其实他就 泡退 不可以硬换就行 是吧 杀一将 过来一兜底 你还得送他一个 他一吃你再回去 这边飞翔 这度棋应该说呀 双方差不多 可以应对 所以红方他要出棋 就不能这么下 他的意思是我这个时候出局 因为这个马上去了 你炮二平三呀 想威胁他 威胁不到了 他反而牵住你 这个时候就想趁乱谋士 黑方出这个局非常及时 红方虽然过了个兵 黑方他这个局网归一日照 将来有个什么棋呢 就是出老将杀底士 强制你这个炮离开 将来你就没有两门中炮 这样一个雷弓炮的棋了 所以黑方对这个棋啊 也是深有研究 但是呢 这个业续续续续 遇到专业续续续 毕竟还是嫩了一点 看一看啊 红方怎么骗他 红方陷了个兵 这个棋的意思就是 你正常一吃 我就吃你炮得子了 所以他没敢吃 其实呢 可以吃 吃完之后呢 这里啊 应该说有一个出老将 能不能杀底下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叫杀 他有一个回马的棋 你一吃 他把你抛一打 将来的话 随时这边可以补士啊 那这路棋的话 应该说还是红的 可能好下一点 因为黑方这个马 有点弱啊 所以这个棋 那他不愿意这么走 也是人之常情啊 那到这儿 他不杀下去怎么办呢 这里的话 我们说到啊 对方只要敢吃 这个出老将 可能会更好一点 下来不杀底师 他只能弃一个 弃完一吃啊 这边失忆步 那么这样的话 将来把中炮给他换掉啊 然后再把对方这个兵给削掉 这就是攻守兼备的走法 这个棋因为黑方 他多了两颗足啊 应该是黑的好 所以这样比刚才 那更稳一点啊 更容易把握一些 所以我们说到 这个狙只要一杀过来 他是不能吃炮的 吃炮就亏了 所以这个棋 那正常的话 应该来说啊 他是一个骗招 那黑方可以这么吃 但临场的话 他就没想到 这个底线的杀招啊 以弓带守得起 所以他到这儿 就想去拱 但是他临场 没有拱不炮打了 原因在于 他一拱人家 打一张抽色鞠 那现在你要是这么做 那一将去鞠就没了 所以他总是有套路 即便这时候你不吃 你说你冲个足 那么他炮一走开 你等于说白兜一个子 你想杀他吧 他给你一将 你还没脾气 那你很有可能进鞠吃 下一步 那么他赶走 再杀他 那么他正常就退回 你肯定是出老将 他就补下 双鞠硬杀 他可能就要拆炮 你杀一将 他一吃 你再杀一将 他上去 这个棋虽然 他这个老摔位置不太稳 但毕竟多一个子呀 那这个棋 你暂时确实是 把他没办法 所以呢 我现在发展呀 应该是红得好 那么 这个棋他就没敢去冲 他就想着 你打过来 想吃我子 还想抽我居 我把你打了 不就完了 你一向我再吃 如果向掉 那吃掉 黑方将非常满意 这个棋 因为这四个子归边了 对方反而这边有压力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红方给他来了一招 神龙白尾 炮我平三 他刚好打着闷弓了 你现在这个棋 想走居来不及呀 你正常一飞线的话 好 那拘没了 那拘丢了还吓什么 到这还丢着双炮 所以这个棋跑都跑不了 这招腾弄呀 太过精妙 他没想到 所以这就是业余和专业的差距呀 有的时候往往就一念之差 就输掉了 本身呢 本身呢 这个棋吃掉是没事的 但是他不敢弃子 害怕人家得子 所以呢 走着保守 后面的话 想走一个巧手去对子 结果被人家反而腾挪利用了一下 一个大门工 把鞠给吃掉了 所以到这儿不得不认输 那这盘棋啊 黄光尹获胜 不愧是专业棋手 比较